大家好,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鸡蛋这样做,出锅居然这么好吃 连挑食的孩子都抢着吃 最主要的是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六个鸡蛋 我这里用的是笨鸡蛋 笨鸡蛋更加的有营养 聪明的鸡蛋不好吃 再来准备半个去皮的胡萝卜 改刀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两块钱的瘦猪肉 先切成薄片 尽量切得薄厚均匀一点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肉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葱花 葱花可以多切一点 味道特别的香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家里有条件的 再准备一点虾皮 这样味道更加的鲜香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盘子 往里面加入两勺生抽 一小勺芝麻香油 再把切好的葱花也加进来 加入半碗温水 然后用勺子充分搅拌均匀 把所有调料搅拌至融合 搅匀之后再往里面打入五个鸡蛋 最好选用土鸡蛋 土鸡蛋口感更好 也更加的有营养 打好之后放到蒸锅里面 盖上盖子 水烧开后转中火蒸八分钟 再来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一勺淀粉 再倒入半碗清水 充分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起锅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下入几片生姜 开小火翻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把生姜夹出来不要 这样就不会吃到生姜了 还能够闻到生姜味道 再把切好的肉末加进来翻炒一下 把肉末快速炒散 炒出香味 炒至肉末变色 炒至有一点点微微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胡萝卜丁也加进来 虾皮也加进来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炒出虾皮的香味 把胡萝卜炒至断生 炒好之后加入一小勺盐 一小勺白糖提鲜 一勺蚝油 适量的生抽 一点点老抽提色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炒出调料的香味 炒匀之后再加半碗清水 水开之后把调好的水淀粉倒进来 然后用铲子快速翻炒均匀 一直把汤汁熬至粘稠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关火放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的鸡蛋已经蒸好了 哇,好香啊 然后把它取出来 再用小刀在鸡蛋上面打十字花刀 这样能够让鸡蛋更好的入味 然后把炒好的汤汁淋在鸡蛋上面 哇,这也太香了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最后再撒点葱花点缀 美味继承 鸡蛋这样做非常的好吃又营养 有蛋有肉还有蔬菜 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 上桌之后全家人都爱吃 最主要的是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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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